对球场内比倒战 现场失声不断 香港球迷看台上高喊梅西 因为苦等90分钟 比赛都结束了 梅西却全程做冷板凳 完全没上场 全场失声不断 让在场关赛的迈阿密国际队老板贝克汉 香港特首李家超好尴尬 他们说要看梅西 很伤心意的 你怎么带梅西和苏拉斯到香港 不让他们放在一分钟 非常感兴趣 球迷出场后对着镜头要求退费 为了一堵球王风采近4万球迷抢票 观看麦阿密国际队在香港的友谊赛 票价至少125元美金 折合台币将近4000元 没想到梅西完全没上场 不过教练随后在记者会上也向球迷致歉 我们招了所有人的爱情 与医疗团队共同协商没让梅西上场 不过主办单位表示事前不知情 港府也说正话不排除扣减赞助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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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